18岁的郭麒麟对37岁的后妈王慧提出了一个要求,王慧将此事偷偷告诉郭德纲,郭德纲沉默良久,寒泪说我们要吧,郭德纲的原配叫做胡忠慧,在天津乡省学员班,认识了郭德纲,两人认识不久便结婚,却在郭麒麟四岁时,两人离婚,胡忠慧原赴日本打工,郭德纲去了北京,后来认识了白富美王慧,但当时郭德纲除了儿子一无所有,王慧的父母根本接受不了,但实在拗不过女儿。 才同一两人在一起,后来的郭德纲逐渐名声四起,德纲社也逐渐壮大起来,但是在发展中也遭到重创,王慧变卖首饰支持他,郭德纲后来对媒体说,我的所有钱都交给他,郭德纲王慧结婚后,就把郭麒麟接到身边照顾,为了照顾郭麒麟的感受,两人一直都没有要孩子,而在多年的相处过程中,郭麒麟也把王慧,当成自己的亲生母亲。 郭麒麟18岁那年,首次跟王慧提出,想要个弟弟妹妹的想法,把王慧感动得当场流泪。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郭德纲,郭德纲也含泪说,我们要吧,这才有了郭焚羊的诞生。 自从这个弟弟的出生,德纲社的家产之争的包袱便开始了,怕郭麒麟坐不稳德纲社,郭焚羊会跟他争夺财产。 但郭麒麟并不在意,毕竟他现在并不只说相声,各大影视综艺都有他的身影,庆余年让他成功入圈,追据更是火遍全网。 与其操心怎么争夺家产,更重要的还是,想办法应对郭德纲催婚。 与其他人,我会想办法应对郭德纲。